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苹果三星能够增长,其他全部下滑。另外,Thomscore还公布了智能手机应用覆盖率的品牌和单个应用排行榜。Thomscore统计的指标是现有运营商的累计手机用户订户。数据显示,截至9月末,苹果iPhone在美国智能手机用户中占到了40.6%,和二季度末的39.9%相比增长了0.7个百分点。 苹果的对手三星,其用户份额则从二季度末的23.7%增长到了24.9%。除了这两家厂商,前五强厂商均出现下滑或者原地踏步。排名第三的HTC用户份额下滑了1.4个百分点,摩托罗拉萎缩了0.4个百分点。排名第五的LG份额原地踏步,在手机操作系统份额上。 安卓仍是美国市场第一位,份额为51.8个百分号,季度环比下滑了0.2个百分点。 苹果iOS份额增长了0.7个百分点,黑莓份额萎缩了0.6个百分点。 微软的WP小幅增长0.2个百分点。 不过,黑莓、WP以及排名第五的赛班的份额和安卓以及iOS不在一个数量级上。 Tomscore统计发现,美国目前的智能手机用户规模为1497亿人。 智能手机的市场渗透率达到了62%,和2G肚墨相比增长了4.5个百分点。 Tomscore还调查了智能手机用户这中的15大移动应用品牌,发现谷歌、微博应用已经能够覆盖美国90%的智能手机用户。 Facebook排名第二,覆盖率为84%,雅虎应用覆盖率为82%200分号,亚马逊排名第五,为65%500分号。 最热门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,依次是Facebook、谷歌Play、谷歌搜索客户端以及YouTube客户端。 另外音乐流媒体服务商Pandora的客户端,以49%300分号的渗透率排名第五。 苹果官方应用以44%200分号的覆盖率在企业榜单中仅排名第七。 另外,苹果地图客户端的智能手机覆盖率为25%600分号,远低于谷歌地图的43%。 对该师 eğlenTI vaccinated。 是该师�랑的侠的及时何人问阿姆是封危 Heavenly。 那您 eagle还在六区爽口羊 Jacqueline immunity两个月闌? 是 filament非常封li散isation,刻点击止这种 ط continHAN。 一个巨礼的升lights。 Kingdom of the world on me 入门。 这很流行! 树谍户端的阶场袋大家都真的 East SS side participating.